股票,ETF的配息以及是否填息,是许多投资人关注的事情之一,今天整理五档ETF,年年配发现金股利,并且在当年度完成填息,以下为统整资料,仅供参考,并非投资建议。 一,0050元大台湾50,0050,又称为,台湾50,元大台湾50,全名为元大台湾卓越50基金,这档由元大投信于2003年6月发行的ETF,成立至今已于18年历史。 元大台湾50持股是台湾上市股票前50大市值的个股,前七大持股比重,第一名,2330台积电,全重49.56%,第二名,2454联发科,全重4.84%,第三名,2317红海,全重3.79%,第四名,2303联电,全重2.24%, 第五名,2308台达电,全重1.8%,第六名,2881负邦金,全重1.73%,第七名,2882国泰金,全重1.72%,元大台湾50在2005到2021年连续17年发放现金股利,2005到2021年连续17年在当年度完成填息。 2.0056元大高股息,0056主要是追踪台湾高股息指数,主要是从台湾50指数,及台湾中型100指数中挑选标的,并以现金值利率为最终的筛选指标,挑出未来一年预测现金股利值利率最高, 由投资机构判断的30只股票作为成分股。 成分股调整日期则会落在每年的3月及9月,并会以2月及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资料为参考标准, 审核的时候如果发现有非成分股公司的未来一年预测现金股利值利率排名上升到第15名以上的话, 便会纳入成分股,反之如果成分股公司的未来一年预测现金股利值利率排名下降到第46名以下的话,便会从成分股中删除。 结算至2022年1月,元大高股息持股权重前10名为 第一名,2603长荣,权重7.05% 第二名,3034联勇,权重4.64% 第三名,1102雅尼,权重4.56% 第四名,2002中刚,权重4.37% 第五名,2357华硕,权重4.37% 第六名,2347联强,权重4.2% 第七名,2409友达,权重4.2% 第八名,3481群创,权重4.02% 第九名,2382广达,权重3.96% 第十名,2301光宝科,权重3.87% 元大高股息在2011到2021年连续11年发放现金股利 2011到2021年连续11年在当年度完成填席 三,00692富邦公司治理 成立日期2017年5月4日 00692追踪台湾公司治理100指数 是由台湾证交所编制之指数 该指数是以在台湾证交所上市的普通股位采样模体公司 经过流动性检验,加上上市公司 最近一年公司治理评鉴结果前20%作为成分股主要筛选条件 并纳入财务指标等条件筛选100档成分股 00692最大的持股是台积电 占了43%将近一半 成分股及权重比例都和0050这档ETF高度相似 很多人会拿来和0050比较 因为0050最大的持股也是台积电 两者绩效走势也很类似 0050是市值加权型ETF 属于被动投资的ETF 00692则是以ESG为选股标准的策略型ETF 也称为Smart Beta ETF 比较带有主动选股的特性 结算至2022年1月 00692富邦公司治理持股权重前10名为 2330台积电 权重43.27% 2454联发科 权重4.23% 2317红海 权重3.56% 2881富邦金 权重2.36% 2412中华电 权重2.26% 2882国泰金 权重2.21% 230三联电 权重1.94% 2308台达电 权重1.75% 1303南亚 权重1.73% 2603长荣 权重1.73% 富邦公司治理在2017到2021年连续5年发放现金股力 2017到2021年连续5年在当年度完成填席 4.00696币富邦美债20年 ETF名称富邦美国政府债券20年期以上基金 成立日期2017年5月31日 已成立5年 追踪指数 富时美国政府债券20年期以上指数 00696币富邦美债20年在2018到2021年连续4年发放现金股力 2018到2021年连续4年在当年度完成填席 5.0055元大MSCI金融 元大MSCI金融ETF 股票代号0055 是目前台湾金融股ETF的老大哥 也是唯一一档金融ETF 上市日期 2007年7月16日 0055追踪标的为MSCI台湾金融指数 成分股是选取在证交所上市的银行、金控、保险、房地产等金融机构 依照个股的流通市值排行后 选取市值前85%的个股 0055的成分股有18档 以金控集团为主 0055的成分股前10名 2881富邦金 全重12.56% 2882国泰金 全重10.73% 2891中信金 全重10.45% 2886兆丰金 全重8.41% 5871中租 KY 全重7.48% 2884玉山金 全重7.33% 2883开发金 全重5.84% 2892第一金 全重5.52% 2885元大金 全重5.34% 5880核库金 全重5.27% 金管会宣布带到不能倒的系统性重要银行名单有 中信银 郭泰世华 台北富邦 赵峰 何库 第一银 这6家银行背后的金控公司 也都是元大MSCI金融成分股 所以元大MSCI金融也当然是相对稳健 元大MSCI金融在2010到2021年连续12年发放现金股利 2010到2021年连续12年在当年度完成填席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留言 让我知道 下次见 拜拜